大家好 今天是7月10號 我們要講講每個禮拜 禮拜一講講移動股的情況 移動股情況 現在移動下的就很多 移動上的就不太多 移動挺難搞的 好了 我們先看看 首先看看北水 整體的大市成交就是輕微上升的 雖然說很恩珠 恩珠 恩珠 都是輕微上升的 不過北水方面 7月7號等等就是滑下來了 然後他們活動的情況如何呢 北水起出來之後就不見了42億 就是這樣了 大市成交你看到 全部只有3個字 都不夠4個字 不夠千億 最主要的是流入的就是中國銀行 騰訊 騰訊是因為回購 工行 工行有些人就說他好 小朋友汽車 美團 美團一時一時有時候又入 有時候又出 經常出的就是出了 如果出了刑戶基金 刑戶基金呢 就是流出了多少之後 那接著港交稅又是給他們的 理論是中心國際 不過這些你不可以說 他有流出就代表市一定是散的 他今天就升了 是不是 刑戶基金流出了 所以就被人夾回頭了 所以就這樣了 如果我們將它過很多20天 現在這裏呢 再跟著 星期二呢 我就不見了這一節了 會見了這一節 不過會留回這一節了 這一節就告訴我們 如果當北水多的話 那水增後來會升的 那我用這個留回這裏 我們就留回到這裏為止 或者我們麻煩一邊移過去 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回憶 那什麼時候見得到好像有這樣的情況之中 市場就升了 那就是大家我們在這裏留回這裏 留意這裏 那當然呢 如果太冷 太多下來 就好像現在這裏這樣 這個是行業方面來講 今天雖然市場是升 不過 升得不夠全面 因為在星期四的時候 就是見到一片綠的 只有一個紅的 那時候就預期就說 遲一點點呢 就應該會在一日至兩日之內 就全面一片紅的了 但是不是啊 那星期五只是紅了 大約好像五個行業而已 今天紅多那些 那就是還有整個十個行業還沒有紅的 那十個行業還沒有紅的是什麼呢 工商 資訊科技 咦 資訊科技都不紅的 中學企業也不紅 保險也不紅 銀行也不紅 地產也不紅 中標珠寶和紫角林業不紅 你沒什麼所謂 那即使說你的地產和銀行都不紅的話 那即市場升極都是會有被人拖著的 因為始終地產股和銀行股是很重要的 好像銀行那裡來講 你數一下這裡 有幾多個啊 銀行這裡有幾多 只看這裡 不升的那一百三十幾個都已經知道 這個是地產的 不升的一百三十幾個行業 所以你的地產佔很多 銀行呢 就在這裡 你看到十四十幾十幾十幾 差不多有五十幾間銀行啦 是不是 那即是在這裡 那那些不升呢 你真是挺可憐的 特別地產業一面 如果它不升的話 只在這裡 不升這些一百三十幾間 你加上十幾間 那麼多個行業 所以因此一定會拖下了 所以經常都說 留意銀行和地產 如果它升在上面呢 市場壞極有限 另外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是一百一十七間 那如果 加上它這裡 看看先 是這個建築 建築 如果建築 不過電信服務就是 那如果你計算這個 就是銀行和地產 升得上來 這個世界就很好的了 那當然 還有的就是一個 這個是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有六十一 二十二十五 六十九 軟件服務也都十分之多 所以當這些客人都升的話 就可以了 好了 我再看看個別的公司 阿里巴巴今天表現最好 升3% 營賦基金微升 那 騰訊1.5% 比亞迪都還未曾有好表現 南方航生科技 由於阿里巴巴好 所以這個就升了上來 美團都升了2% 不過美團是神經刀的 有時候被人家疾死 有時候是甚麼 有時候又賣下 那再跟著 航天科技其實是不錯的 這個航天科技 不要看他鵪珠鵪珠鵪珠 已經升了很多了 已經升了好幾天了 那 還有就是 新興能源這些 新興能源這些 好 好 就是在不見經轉的東西 都會出現到 那 匯豐升少少 中國忠遠又會有得升 基本就是 這樣看了 橙子 其子如何呢 其子這裏呢 去到跌到這裏之後 就彈了上來 這個形態呢 是有利繼續反彈的 因為這裏有一顆是十字星 十字星是可以啟示 是就來見底之象 那這裏都是有一間 幾乎是十字星 這裏又似乎是十字星 就是 你不要要求一定是說 十字星就是真真正正 好像整個 就是宗教上面那個十字 就是那麽上下就是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手啊腳啊 比較長一點 而中間那個身呢 是很小的 那這個就當然是十字星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其實都可以當它是十字星的 不過 就是上面長一點 下面短一點的意思 那 在這裏如果這個是十字星的話 通常是一個 建底的形態 好像這裏這樣 那就彈了上去 那首先頂上去 要好像這裏這樣 彈上去 要保利加通道中軸 那又看在上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所以暫時先看看 那也都可以好像這樣 彈了上來之後 彈了成這樣 所以 是暫時是沒有很大的意向 是說得到後市的 那 那 一步走一步 今天可以留意的是華紅半導體 頗多資金流入 過去那五天的時候 但是想買賣都不少的 好了 再其次我看看那個 是 圖形 一 凸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那所以 就開始就會好了 那 買賣策略就是 首先 那高位27.4 現在最新27.1 所以 要再建27.4 才可以去 考慮去買它 那 買它之後 那又怎樣呢 上面看 就是大約30元左右 30元是大致上這個位 那下面的支持呢 就是大致上就是 這個是26.2 左右 那主蝕就在26.2 底下就是兩毫子 那就是26元 那預期的PE呢 嗯 預期的PE呢 就是 這個 在體力的PE那方面呢 就是 12.58倍 這個 這個是 預期的息率呢 就 暫時沒有住 不要管它住 找不到住 那 每股的盈利呢 就是有 好 以美元計價 這個是 兩毫七 兩毫七 和三毫三 那 就暫時都沒有排息的 三年是 都沒有預期著有排息 那麼 歷史波幅 是37.16% Beta是1.07 到 1.07 到即是同市場 差不多同步了 大市升一元 它就升一元 跌一元 它就跌一元 五十二周的 低位是 15.74% 而高位是 38.8% 那 現在就是 從未到高位 就是這裡 又未到低位 那 有興趣的 可以考慮就是 起 27.4% 上面看到 只蝕於26元 上面看到 30元 第二隻可以考慮的 就是 其實是 澳幽 三天都有資金流入去吸收 資金流入是不少的 資金流入是不少的 那我們看看就是 走勢方面 看到它就是 一 升穿保利加通道是頂部 資金是一直有進去的 所以是價量齊升 那 OBV 會升 那 如果我們看看這裡的話 這裡 肯定已經見到 這個月的高位的了 建設了這個月的高位 那 因此 也可以繼續看好 那 這個 升穿 3.61 去買 那我寫的時鐘 它是3.58 那 現在是3.61 所以因此 就買入了 買入了 買入了之後 那將會怎樣呢 將會呢 就要看著就是 上面看 就是4元 目標價4元 那 只蝕於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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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建議的時鐘 的價位是3.58 的 就建議是3.61 買入 它剛剛到3.61 那 就買入了 那 上面看它呢 就去到4元 4元 啊 多少 看一看 撿不撿到餐叉燒飯 4元 這裏 那差不多 有10% 那 那 PE 是9.15倍 到 息率 有4.88 大肯給它 投資評級是2.5 2.5 是中間位 那 剛剛就是中間那裏 那 這個大肯推介呢 只有兩間推介 而已 未來的三年盈利的預期呢 是3.6 4.1 和4.4 而 派息呢 是1.6 1.9 和1.8 是以人民幣計價 歷史波幅是21.94 而 貝打係數是0.59 五十二洲的低位是3.2 而高位是7.28 好優是一個 的 是 那麼 這個是 考慮可以 現在是 應該買入了 那麼 這個是 目標價替4元 3.45 是 照指 先 買入價呢 是3.6 一 建議那時候是3.58 3.58 好了 再跟著 下一隻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最近 開始多人 都認為他好了 因為認為他夠雲 可以好電 還有螞蟻呢 又掉爛了 所以就好了 那就沒事 這個是 風頭火勢 都要看看 阿里巴巴都是升破了 這個 保利加通道的 中族 在這裏 是 價 是有升到 那個量是有升到的 這個量 對比過往的十幾天 是多了的 那麼現在也都是 升了上來 那麼今天所以因此 也都跳升了 跳升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一個是 他還沒有去出 這個月的高位的 那真是有望 如果他再繼續上去的話呢 就有望跳出這個高位 那照著這個高位呢 那又很不同的了 立刻你看到就是 這個所有 底下這幾個 應該是它的低位來的 因此可以考慮 那麼 因此考慮到這裏呢 就是 升破了80 是 那個 起這個 即是 它的吸納價呢 就在89.1 89.1 89.1 那 今天最高是89元 升破給多一毫子 那就去買了 89.1去買的時候 之中呢 上面望呢 就是92.7 只虧於86元 那麼 那麼 在這裏呢 它的是 預期PE 是14倍 那麼 這個 息率是沒有派息的 它大行比的投資評級是1.85 由11間大行推薦它 嗯 未來的盈利 預期呢 就是5.7 6.46 以及6.78 在印魂幣計價 那麼 預期未來三年都不回派息 歷史波幅是36% 那 比特幣計算是1.66 即使它的波動率呢 是大於大市的 大市動1元 它動過6 那麼 為什麼波動動比特幣更多呢 那麼簡單呢 曾經起高位跌到來的9 那樣 那麼 歷史波幅是36元 比特幣是1.66 歷史波幅的低位是60.02 高位是118.5 好 再其次呢 我們看過 這個是 這個買賣的準則 最主要就是盜子時價一定要走入 再跟著我們回來看 以前推介過的 有一個是1138 建議說起8.95去買進去 未到價 不用買 跟著又去到1898 這個中美能源 建議是升破了59 5.9才買 又未見到 所以又沒得買 那跟著有一個榮萬家 也建議是升破了2.1才買 2.1才買 那又未到 好了 明天有些機會看看 那再跟著呢 有一個是金力泳池 又是建議去到這個是13.6才好買 那現在錄了下來又沒有 那還有就是葵程9961 建議去到284元 1.1才好買 280元 280元 那又沒有了 又見不到 又未買入 那還有一隻是新華保險 建議 建議就是應該要去到 升到20元1.2才好買 又沒有買到 因為它跌了下來 跟著有隻小米 1818 1810 是建議 建議是在11.4.5賣 那它跌了下來 又沒有了 那另外一隻 蟬油波記 2660 0 那建議呢 就在3.4賣入 那今天呢 最高見過是3.48賣入了的 那這個呢 上面望的是目標位 是望3.6.5 而那個指示架是等到3.2 那麼久以來呢 這隻是賣入了 不過 投資 是有風險的 要獨立思考